谁能想得到 台上无比威严的龙女大人 私下居然是只软萌的小萝莉 还是说话都不敢大声的那种 男主把她的敏感部位摸了个遍 她都不敢出声 营营的哭声 引来了护卫和蛇女老婆 对于男主这个萝莉控 他们要立刻实施死刑 事态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格伦织好了红发妹之后 就准备和沙妃一起返回诊所了 不料这时红发妹却从窗户飞了进来 还沾了一身迷之白色液体 可别想歪了啊 格伦表示这只是蜘蛛丝罢了 用热水就能直接冲掉 红发妹停后就直奔温泉去了 不料刚送走红发妹 后面又有其他艺人成了受害者 到底是谁这么喜欢送福利 啊不 喜欢捣蛋啊 格伦和沙妃就决定去查查看 两人刚来到森林 格伦就被蛛丝吊起来了 发现猎物上钩 蛛丝的主人立刻就找了过来 原来是沙妃的好朋友 蜘蛛女啊 他听说一人族出了一个 不死鸟后代 所以就想看看七彩羽毛 寻找设计灵感 不过这找人的方式也实在硬核 为了防止再有人受害 格伦就带着蜘蛛女 找到了红发妹 蜘蛛女兴奋极了 快让我看看 红发妹直呼杰哥不要 两人是你追我敢 人马公主正好路过 于是也被卷了进来 满脸都是白色的蛛丝 到了第二天 沙妃去泡温泉了 蜘蛛女就找上了格伦 并称自己今天似乎有些感冒 就想让格伦陪她散散步 格伦担心她的病情 就跟着一起去了 不料刚走进小树林 格伦就又被绑住了 这个坏女人居然是缠格伦的身子 原来植中女是个女童 她虽然不爱格伦 但她知道好闺蜜沙妃喜欢格伦 只要自己得到了格伦 就等于间接得到了沙妃 这想法也是没谁了 眼看格伦就要争草不保 然而 好家伙 人马公主是美救英雄啊 放下格伦之后 她就跟蜘蛛女打了起来 就在他们打得不可开交时 一条大尾巴把格伦缠了起来 原来是沙妃找过来了 看到闺蜜们都想偷她汉子 沙妃气得是破口大骂 不料这一激动 竟然把格伦勒晕过去了 到了晚上 沙妃是边喝闷酒边道歉 她最爱的人就是一生 但和她抢男人的对手却越来越多 这让沙妃倍感压力 就在格伦想回应她的感情时 村子突然开始地震了 难不成是艾伦发动了地鸣 村长忙碌不是 这情况肯定是巨神发怒了 整个村子可能都要完蛋 人马公主直呼 大家先别慌 随后命令众人 井然有序地离开 等村民们都开始逃难 她就独自朝着巨神的方向走去 格伦发现 人马公主并不在逃难大队里 就和沙妃一起去找她 原来大家撤离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公主就准备 凭上命去拖延时间 格伦认为 咱们该先礼后兵 先问清楚对方意图再动手 于是三人就一起找到了巨神 这巨神是真的大呀 比山头还要高 格伦鼓足勇气走上前去 打算说服巨神别再前进了 然而巨神一个喷嚏就给他干飞出去 好家伙 这鼻涕比史莱姆都大 原来是这么回事 了解情况后 逃难大队又拐了回来 为了给巨神看病 还特地做了一个看病台 格伦让巨神伸出舌头 仔细给他做了检查 诊断出巨神是感冒加发烧 就在格伦准备配药时 脚下一滑从高处摔落 正好掉到了巨神的胸上 这也太Q弹了吧 不仅如此 格伦还陷了进去 幸亏被巨神提了起来 然而巨神的手又一滑 差点就变成凶杀现场了 喝完格伦配的药后 巨神的状态明显好了不少 得知巨神无比温柔后 村民们的误会也都解开了 都愿意拿出布料 让蜘蛛女为他做一件防寒大衣 巨神可高兴了 这场风波也顺利度过去了 回到城里以后 格伦又受到龙女大人的邀请 来参加修建运河的竣工仪式 居民们都站在桥的两侧 要听龙女大人的演讲 领导本来打算降上几个小时 不料才刚说到通这么好 就不小心晕倒了 格伦见状赶紧冲了过去 然而龙女的病 却没让格伦治疗 而是抬到了格伦老师那里 出于对龙女大人的关心 两人就去找老师去询问病情 他们的老师居然是克苏鲁 上来就给格伦来了一个触手play 煞飞直呼 你个老女人 就别和我抢男人了 然而却根本拉不动 克总表示 龙女患上的病很罕见 罕见到 都打算用她的名字来命名 如果是普通的人 或者魔族得了 坟头的草怕是都有三米高了 也就只有龙族才能撑到现在 现在龙女已经放弃治疗了 所以这病是真的治不了 两人听后 只好回到诊所 第二天 僵尸女找上了门 作为龙女的贴身保镖 她恳求格伦去把龙女的病治好 格伦一口答应下来 随后跟着僵尸女 来到了龙女大人的卧室 到了门口 僵尸女表示 只能让格伦单独看诊 不过不该看的地方可不能看啊 随后两人都趴在门上监听 月光之下 格伦第一次见到了龙女大人的真面目 原来是个三五小萝莉 龙女见到格伦 立刻猜到这是僵尸女的安排 于是接受这份好意 让格伦诊断 接着露出了胸口的巨大肿瘤 格伦仔细一摸 发现这肿瘤已经极为严重 不动手术 怕是马上要凉 只可惜 龙女天生要强 认定这是她让人魔量足和平相处的代价 所以不肯接受治疗 格伦寻思 你这是封建迷信 于是就开始全力诊疗 直摸龙女的敏感地带 龙女都快羞死了 她都不肯停手 最后愣是给龙女摸哭了 僵尸女一脚可给门提开了 一看龙女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两人的怒气当场爆发 龙女真是好罗莉呀 这时候还提格伦说话 总算是让格伦完整地回去了 随后格伦又找到了柯总老师 想让老师来切除肿瘤 毕竟她有八指出手 只要切心脏的速度够快 就能防止致命大出血 老师直呼没门 好人你来做 风险我来单 想得到挺美 况且龙女自己都不想手术 你搁着瞎折腾啥 格伦却说 不管有多少的几率 她都想全力给龙女治病 就此扶伤不就是咱医生的义务吗 老师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场就用出手给好学生都搂住了 你们真是长大了 这一通狂亲 差点给莎菲小命要了 老师表示 虽然自己同意 但还需要一位擅长缝合的助手 格伦瞬间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全村最好的裁缝 蜘蛛女 不过蜘蛛女一听这风险 立马表示 不干 出了人命 谁负得取责呀 莎菲只好哄她 好闺蜜 只要你看帮这个忙 我就让你穿上护士服和我贴贴 现在这助手也找齐了 由于普通手术器械 根本刺不穿龙的皮肤 格伦就来到了练铁厂 让独眼妹给她带路 去找独眼大师制作手术器械 然而由于独眼族看东西不容易掌握距离 不小心就撞到人了 一回头还直接挂烂了衣服 独眼妹虽然被弄哭了 但还是把格伦带到了店铺 说明诉求后 独眼大师郑重地接受了 不过缝合伤口的针头 她估计做不完 于是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独眼妹 独眼妹当场就急哭了 虽然她没有一点自信 但格伦还是相信名师必有高徒 就把做针头的任务交给了独眼妹 与此同时 僵尸女则贡献出自己的身体 让蜘蛛女练习缝合技术 为了治好龙女的病 大家是真的拼啊 又过了几天 格伦和柯总老师一起来验收手术器械 老师直接用自己的触手来试刀 嗯 独眼牌手术刀锋利无比 至于手术针这边 独眼妹是做了无数个版本 但都不合心意 天天爆肝后 愣是把自己都累晕了 格伦得之后飞速赶来 一摸脉搏 诊断出是中暑症状 格伦果断把独眼妹的衣服剪开 又把她安置到病房 这才让她醒了过来 独眼妹一看自己的胸口 吓得立马盖了起来 不光是内衣 就连胸口也被看光光了 莎菲瞬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怎么个情况呀 幸亏 蜘蛛女帝拉一套衣服救场 这才让格伦又逃过一劫 经过一番检测 格伦得出了结论 独眼妹的病情和晕车一样 原来独眼族的眼睛不容易聚焦 所以一直盯着细小的物体看 就容易头晕 说着就给独眼妹开了晕车药 又过了几天 独眼妹终于想出了好方法 那就是用纺车拉长钢材 来制造手术针 独眼妹那叫一个激动啊 一不留神 都要亲上格伦了 格伦拿起手术针用力一掰 直呼这质量真是够硬 经过这件事 独眼妹也变得自信了起来 甚至都敢把额头露出来了 然而就在对上格伦目光的瞬间 看来格伦又俘获了一名少女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剩龙女大人同意做手术了 为了说服龙女 格伦是天天缠着她不放 保证今天做手术 明天就上班 梦里梧桐三分钟 出去烦恼好轻松 并表示 龙女已经成了大家的团宠 等她治好病 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毕竟我家龙女是天下最可爱的萝莉 龙女实在经不住这通软磨硬泡 终于还是答应了手术 手术当天 意料大队严阵一带 由于龙女是条火龙 一旦身体感知到了危险 体温就会急剧升高 随时都会喷出火焰 由于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就算全身麻醉都阻止不了 所以她们只能在极段时间内摘出肿瘤 克总老师是真的拼哪 触手都变成了张玉烧 她还是强撑着压制住了剧烈高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格伦使出神级切割术 瞬间切出了肿瘤 这一夜 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没睡 她们都在为龙女祈祷 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龙女的手术终于成功了 恢复健康后 龙女是腰不酸背不痛 说话也有劲了 为了庆祝自己重活新生 她给市民们都放了带薪假 接着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格伦 与此同时 格伦则在家里给莎菲泡澡 为了给龙女做手术 莎菲都累病了 格伦让莎菲张口 打算做个检查 仔细一看 发现舌头上还有溃疡 格伦立刻就用蜂蜜杀菌治疗 莎菲被检查得浑身贪软 修得又钻进了被窝 安置好沙菲后 格伦就又外出看诊去了 然而她才刚出门 就正好装上了龙女 现在龙女直接从三无萝莉 变成了元气萝莉 大街上抱着格伦就开始撒娇 依靠一个欧妮奖的笑 还让格伦别工作了 陪她一起约会好不好 格伦当场拒绝 我还得工作呢 龙女可委屈了 那么爱工作干嘛 工作又不爱你 接着解开衣服 企图魅惑格伦这块木头 格伦赶紧给龙女的衣服扣好 毕竟跟萝莉玩一时爽 病人那边火葬场 做一生的可不能因私废功啊 这时独眼妹也路过此处 龙女见了她可高兴了 毕竟是独眼妹拼命替她打造了手术针 为了感谢独眼妹和格伦的恩情 龙女直接安排了两桶陈酿送给他们 随后坐着马车就离开了 格伦寻思 自己出急诊 这酒也没法带呀 就交给受苦的独眼妹暂时看管 可怜的独眼妹 等了好几个钟头 格伦才终于回来 正好人马妹子们也路过此处 就帮他们把饮料送了回去 沙飞这边则是被蜘蛛女按住 两人正个家里宽衣解带呢 可别误会啦 只是给沙飞换身衣服而已 蜘蛛女又开始挑拨 说格伦现在肯定外遇了 不是跟小人鱼贴贴 就是和克苏鲁老师缠绵呢 结果话音未落就有人找上门了 原来艺人组那边大放收 给他们带了一大堆头条铲 格伦刚到家门口 就被艺人妹们围住了 沙飞强行挤到了中间 身为正宫 他必须第一个迎接格伦才行 眼看着食材越来越多 格伦自己也吃不完呢 于是就举办了一场晚会 邀请魔物娘们都来参加 现在除了这三个好闺蜜 抢夺格伦的情敌又多了一个 只见龙女又开始偷家了 沙飞瞬间抓住格伦 我都生病了 你还总想着和萝莉贴贴 扎门扎门扎门 除非用舌头亲一个 不然绝不原谅你 人怕公主不乐意了 朋友一生一起走 谁偷汉子谁是狗 龙女却表示 偷走汉子狗就狗 谁他们要和你是朋友 好家伙 格伦的后宫瞬间起火呀 魔物娘遇上第一季 至此就结束了 格伦继续来 又会遇上怎样的魔物娘呢 关注关键 咱们第二季 不见不散 好家伙伦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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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